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在C点先开启这个档 Dash1的这个档 Dash2的档案的话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料档 资料档到时候会把它合并到 这个档案里面 总共有这些档案 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他要我们做的就是 合并 所以这边的话合并列印在 邮件里面的这个地方 邮件里面的这个 记得是这个 合并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先找到合并的是信件 合并信件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合并信件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 再来就是选取 资料那资料的话从现有的清单 现有清单里面的话我们找到这个C点底下的这个档Dash2的档 接下来的话呢把它合并进来那合并的方式第1个呢就是 编号的话我们就下一笔 所以规则里面会有一个这个 合并合并的这个记录 记录部分 合并记录编号的地方点下去 那再来的话呢 时间的部分我们就插入一个时间 所以这边日期时间找到中华民国地 里面的这个格式 题目要求是这个 这 再看一下是不是 格式 不要 没有那个日期 没有那个 周 没有周 那再来的话呢代号的部分 接下来就往下 再回到邮件里面的这个 那这边的话呢产品号 名称的话 再点名称 那这边的话直接就点 代号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厂商号 那这个应该是供应商 单价的话直接就点单价 数量的话就点数量 那最后这个地方比较 比较需要记 计算的方式 其实就直接在格式 特别是在格式资料里面的公式 格式资料的公式 那特别注意呢 他的圆 他的这个计算方法 跟那个Excel很类似 也就是这边是A栏 一样是A栏 只是说他没有秀出来 ABCD 那往下这个是1234 如果要找到这个的话呢就是B3 这个的话就是 D3 那计算的方式就直接 输入B3 乘上D3 然后呢他的格式的话选 第一个就可以按确定 那这样就 那底下的这三笔资料呢 我们就同样把这上面的这一个 分别把它复制贴过来就可以 那记得 这个就是 标题跟 段落按 Ctrl C 然后复制 再把这个选取 选取到这个段落 把它 贴上 Ctrl V 贴上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Ctrl加V 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预览一下 那这边的话 可以看一下预览结果 这个预览结果的话 他笔数没有往下 所以特别注意 最后还要在 下一笔资料里面呢 再加上一个规则里面 一个Next Rake 下一笔 在前面加一个下一笔资料 这样他才会往下跳一号 这边的话 Next Rake Next Rake 之后的话就直接把它 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存档的话呢 跟着一下 链存新档 存档的话就把它改成 D改成A 按一个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再合并 编辑个别全部把它合并出去 合并出去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把资料库里面 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把它合并出去了 很快的编号通通都有了 好了以后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档案的 把它另存新档 把它存成 这个Dash2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点一下 这个档名 Dash2 按一个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案 做关闭 最后的话记得再把它存档一次 这个把它关闭 再来我们就可以来评分 评分 那第6类的第2题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评到满分 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